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 Eurropark推出的變形精鋼萬獸爵始的 柯博文的半組裝模型SG 盒子的封面非常的帥 是就是柯博文這個SG的插圖啦 然後它的盒子的大小就跟SG的1比1是鋼丹 應該是差不多大的 當然還有機寶有規定 授權時它廠商的變形精鋼玩具是不能做變形持構的 所以這一集呢 它只是一個單純的膠石模型而已 那盒子的側面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其實也沒什麼好看的 就是一樣的十字圖啦 背後就是它的一些零件的構造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來看看吧 其實我也是看過的啦 但是我還沒有把它組起來 我記得是真的是還蠻精緻的 它有一家說明書啦 那盒子裡面零件的分佈狀況呢 就是這個樣子 各位就參考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它直接做一個結合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它直接做一個結合 這就是這個結合的事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結合的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結合的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結合的事 就是這個結合的事 完成,这个就是Evropark半组装模型万兽爵士柯伯恩死给 造型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帅势了,涂装也是非常的精致 我们拿出这个号森L值的瘟疫,稍微对比一下身高尺寸就是这个样子 再拿出这个Voyager Class万兽爵士版本的柯伯恩,当然不是要来侮辱他了 只是在说明他们两个的造型真的是做的有一点像上啊 这只只是现涂装而已,不然他的造型比例其实还是不错的 整只拿起来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个高级的玩具 但是他并不会很贵,算是蛮便宜的耶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头部真的是非常的帅势 精密的是杰克画啦 那雕刻的是非常的精密,涂装也是非常的不错 眼睛有蓝色的涂装,口罩有银色的涂装 非常的漂亮 头后面的视节也是没有马虎啦,银色的涂装 他的头的球形关节算是蛮紧的,所以值得要润滑一下 那头部就是可以左右的旋转 非常的紧,有点转不太动 脖子底下的关节可以往前往后,左右的摇摆 或者是各种角度的转动 身体的上半部就是这个样子 那他的胸口呢有银色的涂装 那实际这个黑色有点像玻璃字面的东西呢,它应该是涂装啦 因为我拆开来看它不是一个透明的零件,不过质感上是真的不错 这个鱼刷也是把你涂装好了 那看一下它腹部的直控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静密 胸部的旋转,往前往后,左右的摇摆 这边的关节都比较松一点 左右的旋转只有一点点而已啦 那你可以看到呢,它的腹部只是有一个博派标志的刻画 虽然腰间这一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往前折的关节 不过实质上它只是一个造型而已 那腰部一样可以左右的旋转 先旋甲独立可动 可以把它翻起来 侧旋甲是做成跟大腿粘在一起的啦 那腿部的侧弹呢,达到水平的程度 大腿前台平常只能一点点而已,大约45度 但是它里面有做出一个八字型的关节 就跟SMP有一点像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下来 然后腿部前台就可以达到90度了 那这边好像会有点暖久啦 不过我后来螺丝锁一下它就变得比较紧了 就不会往下掉了 大腿侧面的肢戒结构呢,非常的静密 而且也有一些人体的肢肉线条 然后大腿也有水平的旋转 四盖弯曲双重关节 小腿侧边的造型一样是非常的漂亮 那这边也有类似叶片的枝构啦 另外一边呢就是轮胎 看起来是蛮精致的 那轮胎当然是可以转动的啦 虽然它不能变形 脚指头可以往上折 然后整个脚可以往前往后的转动 水平的旋转 也有接地的关节 当然脚底板也有一些造型的刻画啦 肩膀这边有一个往前折叠的关节 侧边烟松可以往上抬一点 那整个肩甲呢也可以把它转成90度的状态 手臂侧抬可以达到水平的程度 甚至于可以超过啦 虽然我觉得它的转轴稍微有一点的松 当然你平常应该是要这个样子抬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 手臂360度的旋转 二头肌旋转 手肘腕需双重关节 这边有一个零件它会跟着联动啊 下手臂的造型也是还不错 也有帮你印刷一些小小的标志 烟松就是银线的涂装 赤字刻画也是没有马虎 然后手臂的外侧呢也是有一些肢戒结构 后裙甲也可以把它翻起来 整个背后也是非常的漂亮 各位就生产一下 然后它身体的背后 应该也有类似直觉骨的构造啦 雕刻的是相当的致密的 我们往前抬的时候 里面也会露出肢戒的结构 预设就是一对握拳的手型 手型方面都是软胶的材质啦 还有一对开掌手 还有一个右手限定往前比的手型 还有一个右手限定握箱的手型 但是这个手型就非常的尴尬 因为它没有附赠枪给它 而且这个柯博文它拿的是手炮才对 当然有消息指出柯博文的武器 应该会附赠在第二波的机体角色里面 那就拭目以待一下吧 那就兼用以下ACS38号的枪啊 虽然握起来还是蛮尴尬的 那今天这个YOLOPARK推出的半组装模式 万寿爵士的柯博文呢 我是觉得做的还不错啦 就是便宜的价钱 然后高质的质感 因为它的视节刻画呢 真的是相当的精致 涂装也是还不错 光节可动度的话 我会觉得胸部的光节 稍微比较松一点点 但是我应该没办法第一时间买到ACS102号啦 所以就先买这一台啦 稍微代替一下 那的确这个玩具的品质呢 真的是还不错 那今天就制造到这边哦 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by bwd6